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虽然在公众面前暴露的镜头越来越多 近日某些小话的真实为人也终于被网警的发现了 比如说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绿茶事件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该演员的言行多次引发了大范围的关注 一时间全网便被覆盖性的传播了她的事迹 通稿各种的咽压其他的女星 测热门男演员热度 在被扒之后还拒不承认 甚至试图以此洗白 在品读她的诸多言论之后 你是更相信她的话还是更相信公众的眼睛呢 只不过在这个缺儿子里 言行不易的远远不止是这一位 如果说有人更关注明星颜值的话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法量遗传这个梗吧 而这个梗的发言人 最近一多年来的争议呢 也一点都不比赵露丝少 因为出道时间更长 所以呢在她身上的缺点被暴露的就更明显了 只要是一谈到她的名字呢 大家是不是很快就能够想起来 四千年半永久妆容等等词汇呢 你觉得这些标签对她的事业有没有影响呢 当然是丝毫不会 近几年由她参与拍摄 并担任主角的影视剧 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某些演技派女星 因为一部分的群体观众的喜爱呢 在这些剧目当中 她只需要保持自己原本的样子 就可以从头一点到尾了 风格千篇一律 也就早就成为了老生常谈的话题 在一些评论的平台之上 各个评论区呢 几乎都是被差评占据的 那么身为这些剧目的政治团队 身后的幕后的导演等人 对她的行为就没有意见吗 在近日最大播出的新剧当中呢 一些网友就发现了几处 她疑似得罪导演的痕迹了 第一处 在角色被绑架的时候 导演居然只在她嘴里 塞了一个豆腐块 虽然呢 关于这个场景 其他演员们的表演也是漏洞百出 但是在表演的时候 他们最起码会把嘴给塞得严严实实的 让自己真的说不出话来吧 像她这样轻轻一动 就可以吐出撒布的演员 还有几个呢 也难怪啊 观众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会怀疑她在侮辱大家的智商了 第二处 穿二手戏服 在几十年前影视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 各剧组互穿戏服 是一件不得不发生的事情 有一些网友在寻找穿帮镜头的时候 就喜欢把这些画面给汇合在一起 让大家看个乐子 电视这件事在近几年已经很少发生了 你能相信就在这部剧当中 身为女主的居进衣 居然穿了和别人一模一样的衣服吗 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 她这身红装 正是前不久彭小冉 在东风中刚刚穿过的 虽然那部剧的大伙 当时这个造型呢 也是广为人知 如今两个人的装法几乎是一模一样 难道剧精英是在向对方致敬吗 第三处 该角色在素王去世的时候 居然会浓妆厌魔 众所周知浓妆是她的特点 但是身为演员 在演绎角色的时候 总是要收敛一点吧 在当时的剧情当中 她的搭档在各种原因之下 被误以为已经去世了 而她居然会继续以浓妆出现 到这里 观众纷纷吐槽不止 更有人直言说 以气聚 对此你又怎么看呢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